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重要是豬潤新鮮,我們用的是逃房潤 每早逃房湯圓的豬 交到店鋪都不夠早上5點,我們已經到了 豬潤就不要超過,盡量幫人賣完 如果第二天賣,應該會收水 不然豬潤就沒那麼好 改豬潤就是將筋撇上去 不會有些韌著,譬如吃下去 有些食咬不斷,收了不愛 所以選好都很厲害,我們切三分至四分後 我贊助豬潤一定要後切,吃下去就會爽 好像吃芽菜仔一樣 我就是這樣覺得,不會吃下去 咬下去軟蛇,沒有口感 第二個步驟,切好之後就要咆水 血了血水,去腥味 豬潤放的豬潤會不會那麼黑色 要更亮的,看到它 醃好之後,放生粉 看著生粉吃下去,豬腩爽和滑 不會爽自吃下去,鞋濕濕 生粉看著表面一層,豬腩就滑 用豬腩去控制熟熟度 最好是九分熟,不要十足十熟 50秒左右 一旦留一把豬腩會縮,吃下去鞋口 鞋身,爽脆度也沒有太好 我們的麵是自己出品,自己的麵廠出品 供應我們自己 我們也有派貨外面,很多人都幫我們拿著麵 我們用的是加拿大麵粉 因為外面的麵粉比外面貴少少 雞蛋吃的麵有麵香味 鹹蛋吃的麵很脆爽 是兩種效果,貴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吃得下 很多人用鹹蛋,鹹蛋的意思是 沒有加煎雞蛋,只是加鹹蛋 那麵的成本比較輕 一夾著麵,你看到像是橡筋有軟軟的 看著麵色就是金黃色,吃下去爽脆 這樣才是一條好的麵 譬如我這個賣的是鹹水麵 你要控制我們要走鹹 走得好不好 可能有些出去吃下去,吃下去 吃下去那種味道 好像喇喉 或者是強 這些直接吃到鹹水味 未揮發出去的鹹水 你揮發出去那種鹹水 不揮發出去,那條麵就不好吃了 要揮發至少少九成 八成之九成,那條麵是最漂亮的 譬如天口凍 那條麵,譬如今天來 可能要放四天至五天才能夠到